今天在立法院再次看到民进党一贯的压霸跟诈骗的本质 民进党呼唤全国的轻鸟到立法院来 表示国会没有讨论就没有民主 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 而在今天的立法院当中 真正民进党的真相让全国国人能够看清楚 今天在内政委会针对选拔法修正案 有各个政党的版本 包括民进党的版本 国民党的版本 民众党的版本 也包括了区域立委 以及县市长还有原住民相关的选举的事宜 在内政委会来做一个充分的讨论 但是很遗憾的 民进党在柯杰明总招带领之下 今天六点钟 早上六点钟 民进党甲级动员来袭击立法院 占领了内政委员会 不让今天的委员会能够来开会 过去民进党不断的强调 在全国国人面前呼天抢地鬼哭神号 表示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 没有讨论就没有民主 今天国会是代表全国国人的民意 百分之百的民意 在这里任何声音都可以表达 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 因为这是自由民主的殿堂 但是民进党今天用这样的霸道的手段 来占领了内政委员会 而且不止瘫痪了内政委员会 今天立法院有五个委员会在开会 包括内政 包括经济 包括国防 包括私房 包括教育 而只有国民党担任招委的教育委员会在开会 其他四个委员会里面 由五党籍高金树梅所主持的内政委员会 被民进党霸占 也在此时此刻 民进党的招委包括内政的 包括经济的邱毅宁 国防的王定 以及司法的中嘉宾 全部抛下委员会的正常的开会 而全部集结在内政委员会 今天一个民进党的诉求 却瘫痪了整个国会 有四个委员会都没有办法来开会 这就是民进党 抢取豪夺 毫无正义 没有讨论 没有民主 这个就是民进党